贾跃停的FF与徐老板的恒大汽车在过去的几个月内,展开了多轮相爱相杀的剧情。 在最近新的进展是10月25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做出初步裁定,一方面鉴于当前FF公司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危机, 允许FF在最终裁决出来之前可以对外融资最多5亿美元,另一方对于老贾剥夺恒大融资统一一群及剥夺恒大资产抵押权的要求,并没有给予支持。 从目前的情况看,FF与恒大之间这场纷争,至少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做出最终的裁决。 裁决发布之后发生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两家公司都抢着对外宣布自己获胜。 恒大健康发布公告着,仲裁与博回Smart King彻底剥夺10亿融资同一权的申请,并于就早博回Smart King突然提出的解除, Season Smart资产抵押权的新申请,而FF到来的发布着,在提交的针对恒大健康的紧急救济申请, 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仲裁员裁决恒大不能再阻止FF从其他融资渠道获取资金,我们对于本次公平、公正的裁决表示欢迎。 不过对于外人而言,想要分清楚到底谁赢,那其实只要分析,一下到底谁得利了就好。 笔者之所以认为这场裁决从目前的局面,看市价越停占了上风。 主要原因有三,至少FF的资金在短期是可以缓解的。 在FF和恒大发生重大分歧纠纷之后,FF不得不采取紧急管理措施,并制定了隐级财务规划。 欠薪、全员降薪、资料亿美元年薪等一系列减少财政压力的措施都搬上了台面。 而在裁决公布的前几天,FF中国分公司甚至已经发不出公司了。 所以现在裁决FF可以继续融资至少5亿美元,至少可以缓解整个企业的运营财务压力。 5亿美元是假月停打翻身账的资本。 就之前很多媒体的报道,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前FF不能量产,那假月停就会被踢出控制权,而恒大自然会取而代之。 这也是为什么恒大在提供了不发资金后,便不再继续加码,目的就是让老家违约,这样才能实现对FF的控制。 而通过现在的裁决,如果假月停能在短时间内,为FF筹集到来自非恒大系的新一轮融资,并且这比前能支撑FF9要按时完成两产,那假月停就还能再次拥有继续博弈的筹码。 届时恒大要付出更大的资金牺牲,才能保持对FF的化育权。 提出恒大本来也不是老假的本意,其实现在老假在国内的信用几乎是零了。 这时候恒大送来的橄榄枝不可谓是最后的救命的草,而且恒大目前在汽车领域的资金投入非常大,包括145亿入股广汇汽车,提前打通终端销售渠道。 数亿元注册把拉丁未来销售公司为以后的卖车做好铺垫,所以对于老假而言,在国内几乎找不到第二个比恒大更适合的合作伙伴。 不过对于恒大而言,这场裁决,有点像吃到一颗汤饮,一时难于下业,毕竟本来已经吃到嘴里的肉。 由于这次裁决,可能要吃一些才能吃到,联系到恒大近半年,在汽车领域的大动作,这场裁决可能会导致所有的布局工作都会被迫直言。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